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之前连续12期视频反复介绍龙头科技股给大家信心 也贴出了我自己的加仓记录 在评论区被人质疑 但我坚持我个人是怎么做的就怎么说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最终能够坚持下来 本期视频聚焦股市上涨的理由 如何操作以及大选如何看 好了 让我们开始吧 现在所有人都在寻找上涨的理由 疯狂的选举之夜给美国市场带来的混乱之后 投资者疯狂哄抬股价 推动主要股指出现五个月以来最大的反弹 其原因总结如下 第一 股价在大的消息面刺激下 投机者大增 特别是对冲基金开始大量入市多空布局 第二点 根据现在的选举结果来看 无论是谁上台 即使是拜登 在目前立法机构分裂的情况下 减少207年企业减税措施会很难通过 这个对科技股是利好 第三点 到目前为止 民主党未能明确地横扫国会和白宫 财政刺激计划将会继续推迟 这个其实是利空 但解释权在机构 有机构认为 这增加了美联储的压力 美联储是牛市背后的另一股关键力量 需要向受到疫情影响的经济注入资金 关于这点 请大家参考第212期的美联储专题 第四点 更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的到来 只是时间问题 到时候 美国消费者支出就会获得较大提振 股市是先行指标 现在很有可能先行为这部分利好定价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 第五点 之前罗素2000在10月表现较好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市场压住民主党获胜 将加大刺激经济力度 这会提振周期性企业 包括小型企业 银行 制造企业和大宗商品生产企业 他们在经济复苏中往往表现良好 现在反而表现不佳 就是一种先行定价的表现 美国经济没有恢复 美国政府还不断发钱 发钱意味着往市场里面兑水 GDP没有增长 往里面兑水 就是滞涨 滞涨意味着经济不增长 光涨价 这时大资本就更糟糕 更没有地方去了 所以只好瞄上股市 大资本进入股市寻找标的 传统标的的估值是死的 很难讲故事 所以只能盯上高科技公司 抬高这些公司的股价 但不能随便瞎抬 因为如果公司没有未来 它的投资回报就不好 所以科技龙头股 成长股和白马股 是美股最近的投资逻辑 暴涨和暴跌有时候都没必要过度解读 先射箭后画把没有意义 过去50年美国一共经历了9位总统 而标普把指数增长超过了4000% 一些行业会在一些政策基础上兴旺发达 一些行业也会在衰落 但是总的来说 总是在往前推进的 思考一下自己的交易习惯 整天想着盈利落袋为安 即使是只大牛股 最多也只能吃到其中一小段 如果每一次浮亏都想靠补仓抢反弹解套 资金迟早会陷到坑里 这里给大家总结了几个解决方法 第一 就是实在不知道哪只股票好 就定投买大盘指数基金 第二 就是如果自己做组合投资 进攻股 防御股 行业龙头股 成长股和白马股 要分散投资 分散风险 第三点 多学习 每次都是某只股票大跌了 过来问是不是可以买入了 这个习惯不好 要改掉卖强补弱的交易习惯 有些股票应该已经被低估了 但是市场情绪就是这样 在短时间内甚至还有更低的位置 第四点 无论如何风涨 请一定控制好自己的仓位 股市千变万化 市场也许会在某个时刻猛烈回调 所以一定要做好止损保护 或许会让投资者很有可能 失去最后的一部分利润 但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最后还是这句老话 悲观者或许暂时正确 但乐观者才能赚钱 下面我们来谈谈现在的美国大选 在某种程度上 现在的大选就像是一个被预测 必定横扫的系列赛 结果打到了第七场的三加十 有些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问题一 如果一方仅以微弱优势 而不是大幅优势赢下选举 怎么办 如果拜登以微弱优势 而不是大幅优势赢下选举 川普很可能会以选举过程 存在问题的名义 将选举结果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由于保守派大法官 在当前的最高法院里 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判定 关键摇摆州的邮寄选票无效 从而改变选举结果 一旦此种情形发生 美国或将陷入一场政治危机 甚至是宪法危机 美国历史上曾有过先例 2000年小布什与格尔争夺白宫 福州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格尔的判决 但后来被最高法院推翻 布什成为美国总统 当时大法官们基本是按照 自己的党派立场来投票的 同样一旦川普获得上诉机会 最高法院很有可能做出相似的判决 但如果拜登的迎面足够大 川普就将无法通过诉讼来翻盘 川普还有一张牌 就是动员共和党和支持者们采取行动 一起拒绝选举失败结果 是不是所有共和党和支持者们 都豁出去和川普一起干 这个不知道 但共和党发言人梅瑞特表示 他们已经筹划选举后诉讼 与要求重新计票的行动会长达一年 现在共和党有数千名律师 已经在关键战场州开始行动 在宾州已经提出两起诉讼 在内华达州共和党部 也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问题二 即使投票结果 拜登获得了选举人票 会不会出现失信选举人 还有40天 12月14日 选举人团将在各自州举行投票 才正式确定总统人选 选举人一般会按照各州投票结果 投下选票 但届时会不会出现失信选举人 美国历史上总共出现85位 将票投给了其他候选人的失信选举人 包括2016年的大选 出现了7名失信选举人 当时引起了不少民主党支持者的强烈不满 所以即便是投票结果出来 双方票数高度相近 也有可能出现选举人临阵倒戈 问题三 除了拜登赢或川普赢 还有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情形吗 如果所有候选人 都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 则由众议院从得票最多的 前三名候选人中选出总统 1824年 亚当斯即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举为总统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川普和拜登各获得269票 打成平手 那么总统人选将由国会众议院决定 副总统人选则由参议院决定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无论对川普还是对拜登来说 注定不是坦途 让我们保持耐心拭目以待 若选举没有结果 代表着副总统也没有明确人选 到时候将由众议院议长接任 同时 副总统将由参议院选出 现在的局势 堪比好莱坞 什么都可能发生 当然 我们从中也看到了一个励志的故事 一个74岁的老人 和一个79岁的老人 就为了这么一份工作 还这样拼命 这样不服输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然而 从长远来看 选举大多是走音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各位看完后点个赞 以示鼓励 坚持是一种信仰 专注是一种态度 感谢您的一路陪伴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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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